来将可留姓名 长山赵子龙 赵子龙 永有一天 会抓到你 哈哈哈哈 看谁能命伤 这是赵子龙的成名之战 也是专属于他一个人的战斗 身背一个蜀国的庸主 只身面对曹操的百万大军 赵子龙仅靠一人一马 一赶枪 愣是在人群中杀了个七进七出 不仅把曹操的军队搅得天翻地覆 还差点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抢走轻插舰 只身夺阿董 最后还能全身而退 长板破一战 不知结果却不知他是因此人而战 红围生在长山的罗平安 比赵子龙早几年参军 顺理成章地做了赵子龙的大哥 因他带领的长山二十人 勇猛无敌 与见其功 由于刘备心系百姓 带着难民先行一步退守凤明山 于是护送刘备七二的任务 落到了长山组的头上 本是证明自己机会 但罗平安没有降踩 被曹操追击之势慌了阵脚 由于指挥不当 导致被曹军伏击 而他撇下主母临阵脱逃 只身一人逃回了凤明山 随军护送百姓的赵子龙 将他救了回来 张飞怒不可遏 提枪就要将他就地正反 然而万万没想到 身为小卒的赵子龙 却挡住了他致命的长矛 面对起了杀心的张飞 赵子龙却并无杀意 但以枪尾招架的举动 不仅让张飞更加恼怒 同时也激怒了官吟 可面对两位将军的杀招 赵子龙仅凭一杆普通的长枪 便将两人的进攻一化解 刘备见他伸手不凡 及时挡在了他们中间 由于害怕刘备秋后算账 为了保住罗平安的命 赵子龙这才选择了去替大哥送死 他心里清楚可能有去无回 请求刘备不管自己是否能回来 都放罗平安一条生路 临行之前 他拼命掖下了不知多少馒头 可即便是去送死 依旧心里想着大哥 但想要活命 他也清楚只能依靠自己 我的命运 在自己手中 两位夫人全部被杀 好在少主活了下来 可在回来的路上 曹操的大军已经断了后路 赵子龙只能拼死一战 他的勇猛让曹军根本无法进身 曹操爱财如命 下令要将他生情 你看 下面全是你的亲 好好记住 命叫我服天下人 休叫天下人复活 可修有成竹的曹操 怎么也想不到 赵子龙竟然有如此勇猛 不光差点把他弄死 还夺走了他最爱的轻插剑 和志在必得的阿斗 也正是如此 这才有了 赵子龙长板坡丹气救主的千古佳话 可成了五虎上将的赵子龙 到死都不会想到 自己舍命救下的大哥 日后却成了让他送命的人 奉圣运 奉赵子龙为陵军将军 统领全军 独师北伐 常善赵子龙领命 常善罗平安领命 北伐之势 岂可而行 早将自随先帝大大小小数百战 从未败阵 金楚兵北伐 岂可无我 虽为常胜将军 但年过六旬的赵子龙 在诸葛亮的眼里 早就失去了往日的雄风 他拼命救回来的后主 可能当年摔坏了脑袋 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地 可身为五虎上将 赵子龙依旧想着为蜀活效力 天帝在上统一中原 只日可待 臣誓死出征 老将常山赵子龙后命 而运筹帷幄的诸葛亮 可能早就算到他赵子龙会挺身而出 在蜀国的危难关头 竟然选择卖掉这颗棋子 送给了赵子龙两个锦囊 但赵子龙全然不知 接下了这不送死的棋 常山赵子龙领命 常山罗平安领 按照诸葛亮的指示 在大军行之第一个分岔路时 赵子龙打开了第一个锦囊 虽然命令是令关心张包二人 兵分两路前往在主战场六军回合 然后一举歼灭为国拿下六军 但两个幼稚明正暗斗 赵子龙为了顾全大军 选择了独自前往杀鸡四伏的小路 军队行之一出伤 赵子龙就察觉到了危险 反国之贼 安甘犯不边境 蜀国乌虎大将赵子龙在此 蜀卑们给我让路 乌虎大将 很多年前的事了 赵子龙 你朕不知死 还不快滚回去 抱着你的长盛将军排放吧 话音刚落 魏将就率先冲出一人 邓之本要迎战 可赵子龙一马当先 已经冲了出去 仅仅一个回合 敌将就败得下风 韩德派出剩下三子 欲协助长子一同拿下赵子龙 邓之本想帮忙 却被赵子龙喝退了 面对四个年轻力重的小将 赵子龙丝毫不败下风 但虽一枪挑落其中一人 却不小心被冷剑偷袭 但长盛将军并非浪格虚拟 仅仅几枪过后 敌将几人全被他一人挑过马下 死了四个儿子 韩德本想上阵冲杀 但都督下令一计行事 他不得不假装逃跑 一步步引诱赵子龙 钻进他们的包围圈 万箭齐发之下 顺时间蜀军伤亡惨重 前方探子打出旗 现在前方三面被围 缓兵之计 唯有退守西方的凤鸣山 可再次危难之时 没想到第二个锦囊里 诸葛亮早已经算好了这不起 赵子龙这才发现 自己成了诱饵了 帮关心张包拖延时间 去攻占魏国的六军 魏国大军兵临城下 浩浩荡荡看不清边际 如此之事 败局已成定数 虽然心如死灰 但赵子龙仍然坚信 这么多年运筹帷幄的军师 自然有他的道理 于是他下令全军 誓死守住凤鸣山 等待关心张包的支援 可他万万没想到 等来的却是 关张二人的血气 几十年前 成就他的是这凤鸣山 而他怎么也想不到 如今年过古西 败他的 依旧还是这凤鸣山 年过古西的赵子龙 被曹英的大军 围死在了凤鸣山上 敌军浩浩浩浩 而他只有不足千人 现在既无援军 也无退路 就算他身为长盛将军 也没有把握打赢这一仗 而曹操的孙女 不仅深得曹操兵法 更是比曹操更加懂得心术 他派人将蜀国战死的士兵 尽数拉到了凤鸣山门 即便他赵子龙身负重伤 依旧正经危坐已稳军心 但此时的军心已然动摇 而曹英为了生情赵子龙 更是不惜对自己人下手 得知韩德的四个儿子 全都死在赵子龙的枪下 他仅凭一跪一败 一生一腹 就让韩德甘愿 为他战死沙场 但看见这一切的赵子龙 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派出邓之 罗平安 将他多年前抢来的轻插剑 送到了曹英面前 一是为了稳定军心 最主要的还是想要曹英心中有数 让他知道 当年赵子龙能抢他爷爷 今天就能抢了他 可双方心里的博弈 依旧是曹英更胜一筹 主动到山门叫阵 要赵子龙出来迎战 几百对几万 赵子龙自然要立威 可他毕竟年势已高 几个回合下来就乱了气息 虽然曹英是女流之辈 但也毕竟是长年习武 一时间他站不到前一步说 还反被敌将偷袭 虽然凭借多年的战场经验 反杀了偷袭的将领 但还是被逼无奈 被曹英卸掉了龙胆量银枪 只能赤手空拳 对抗曹英的大刀 危急关头 罗平安扔出长弓 这才让他有了喘息的意义 赵子龙只是虚张声势 刚进破庙 就喷出了一口鲜血 他重见的是无人知晓 刚才的权力搏命 早已牵动了五脏六腹 可本以为展示出的雄风 会让曹英会有所忌惮 但他却打错了算盘 曹英根本不像曹操一般多疑 命令韩德发起了总攻 手下的四位死忠 纷纷下跪败别 各自拿起武器 誓死守护他的安全 战争一触即发 瞬间血肉横飞 即便他强撑着稳住军心 但此时的他什么都改变不了 曹英早就打算好了 用韩德的冲锋 换来他的胜利 一只火箭射出 伴随着爆炸 也带走了赵子龙最后一位死忠 此时仅剩一兵一将 罗平安终于说出了心中的话 而罗平安这么做的原因 就仅是因为作为大哥 几十年来一事无成 就想像赵子龙一样 想在魏国得到将军的称号 就算只剩一兵一将 我也要尸首封明山 但无论大哥如何对他 赵子龙都不怪他 我赵子龙 从来都不是什么常胜将军 但没有圣何来败 大哥 为我谢家 这是赵子龙征战一生 第一次在战场上卸甲 他让罗平安帮忙 活生生拔出了断剑 他最后求大哥的一件事 只是帮他累最后一次骨 然后送他战死沙场 还是那一人一马 一赶枪 但不一样的是 人不再年轻 枪也不再是平平不明 人命长胜将军 枪名龙胆亮明 伴随曹英的冲杀 赵子龙的最后一通战鼓泪起 他的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 征战沙场的回忆立立在内 他的此生足矣 战马昂首思明 跟随着他最后一次冲冲陷阵 赵子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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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三 全家穊 八十二 啊